我们这边先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BP啊 选到了医院 那搬掉了佣兵 然后那我觉得这边说梦应该是要拿绝火黄印了 你觉得呢 是 我也觉得是 那么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土拨鼠那边写的自己擅长的是一个律师 永不震慑小律师 是的 不知道他在之后有没有就给我们掏出来 可是我们看到吉姆选了一个前锋 确实他虽然说是一个绝火野人玩家 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绝火前锋玩家 其实都是互通的嘛 对对对 然后在选择上面呢 当然是选择一个容输力更高 适应性更强的一个角色 毕竟是打比赛 没错 那土拨鼠这边也是选到了一个这个 鸡血师 没有掏出律师还是有点小遗憾 可能在后续会有所期待吧 现在假装是个烟雾弹 万一我真掏出来了 对不对 你们也不能说什么 是 那么这张图会不会选一个祭司呢 最后一首 我觉得这里如果选祭司呢 这套阵容可能偏薄 但是呢他的一个体系可能会打得更灵活一点 如果选守墓人的话呢 就相当于是两个救人位 两个修机位 相对来说更加扎实一点 哪怕我机械师秒导了 我只要我要放在外面 我都是有机会保平的 但是如果你是个祭司 那没有两轮救人的一个牵制的话 这个时间可能不太够 没错 好 来看一下 最后我们洛轩一名五 也就是我们的孟宝 他将会选出什么样的一个监管者 不可能会选一个红夫人吧 最后还是拿出了绝活 这首绝活拿出来 相信对对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慑 没错 毕竟的话 其实我今天才在看他的牌位 掏了一个小提琴 是的 他在打一些大图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选择打小提琴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面对最新的一个体系 就是祭司配入恋师的体系 也会选择打小提琴 没错 那看来他这个监管者池是非常深的 可选的东西也非常的多 那在之后的话 可能在标二 以至如果他如果在最后打到了 比如说在这个决赛的过程当中 标三标五 可以就去掏出这个 对 其他的结果就可以拿出来了 没错 但是这场其实我觉得 作为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双方打的都是相对来说 比较的球稳 我拿我最有自信的角色 然后对方的话 拿了一套最稳健的阵容 来面对你这个最强的锚 我拿一个我强的盾 双方这样你来我往的话 从一个未开赛的局势判断的话 我觉得这张地图 应该是偏向于一个平局 因为这边无论是一个先知也好 那个机械师也好 我抓到了以后 其实哪怕你前锋手目来就 都很难在黄衣手上 占到任何的便宜 没错 那么我只要能够选择 把第一个人挂飞之后 再来留一个不成问题吧 对 哪怕我虽然是带个闪现 带个插眼 带个到时候切个闪现 也能留一个 但重点就是前锡 他要得能够去快速的去击倒 对 看他抓着那个速度 那如果说真的被溜掉了 三台以上的话 确实可能这个就比较难了 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开局刷点 这边上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心跳第一个人是前锋 而机械师这边是 全程在操作的娃娃 天赋方面的话 带的是 这边带了一点抗性 然后点了三点的狂暴 这样的话 一个插刀加速 是可以配合他的一个触手 来进行一个 拨比较好的防守 那么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上来是看见了娃娃 一根触手 想要来尝试打一下娃娃 没有成功 直接从出生点判断到了 近点 可能两个出生点当中 会有一个是机械师 看见这边的守木人 守木人这边直接交产 一个插眼不但 是可以看清守木人那个位置 同时他还能够干扰守木人 要修的这台电机 在小木屋的方向上面 是会遇到这边 最想要抓的机械师 那么对于机械师来说 我娃娃已经放出了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更多的来牵制你的一个时间 没错 我们看一下 你觉得苏苏这边机械师 如果说进大方 你觉得可以吗 也不是不行 老实说躲一个触手 躲掉了 但是这边可能是一个实体 对 躲掉触手 那实体刀还是要追上的 他就是吃实体 然后才好去进大方 然后这边不选择不选择 继续追了 选择追先知 先知鸟已经好了 这里的话 其实他追先知 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先知这个鸟 如果说给到了机械师 那机械师在大方里面 它可操作性是非常高的 在这边选择这个先知 把你要鸟给自己 然后我这边还能干扰你的一个修机 诶 这边翻进来 一道直接一个震慑 那么两个震慑 已经完成了一个了 对 等会就差旧人 再来一个震慑的话 那就已经完成了一个了 这波他的一个走位 是骗到了这里的先知 先知应该也是怕 后面那根触手拍到他 因为翻过来 想要平一枪 但是因为在翻版的过程当中 他是没有办法给鸟的 那么机械师现在是活了下来 可以操作的娃娃 安排救人的话 可以看到 守木人是已经交了铲子过来 这个守木人 是交完两根铲子的 如果这边打一刀 我前面下触手 打你一下 再追上来一刀 是有可能能够完成一个双倒的 当然先知这边是有一个鸟 还没有交 看一下这里如果说 再被卡住的话 可能血线要过半 这边守木人的一个救人 要出事了 守木人的这个救人 出现了一个大的问题 对那这样的话 只能是安排前锋过来救人 如果前锋过来 场面上的一个电击 是肯定修不下来的 是 好这边看见前锋了 那再继续退会去防守 这边是一个有鸟的先知 穷者一定不愿意 直接放弃这样一个先知 而且重点出现在 出现在队友都受伤的一个情况下 影响到外面的一个 机械师的一个修复运机了 现在这边前锋怎么说 一根触手拍 还行能静下来 先知这只鸟怎么给 非常的关键 鸟顶上 那么这边看一下 能不能触手来把这个鸟拍掉 再追一个实体刀 前锋后续的话 能不能帮忙来撞一手呢 因为这边前锋不撞 这个先知 我等你鸟结束了 把你击倒挂飞 我的节奏 依然是偏向于一个 争取三杀的一个节奏 节奏非常的差 对 折手这边 直接一根触手拍倒 那这没救了呀 对前锋也不在旁边 没有想要来管 前锋的这个球 已经用了一大半 然后再来办状态了 他这个球直接来拉距离 因为怕吃一刀以后 后面可能会救不下来 对对对 那直接就走了 那么局势还是相对 比较劣势的 对对对 这把呢 打到现在这个局面 求生者 他想要去争取 我觉得争取三跑 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的可能性了 保平的话 还要看 对 球者能不能够利用中间 大防这个点 比较难抓的一个机制 这个地理优势 来把血线补上来 因为这时候如果说 能够摸满 两个人摸满 那么还能打 一旦这边前锋 交完的球倒地 这局应该是 求生者只能争取跑一了 那么这边前锋 也是被一个触手拍死了呀 对 而且你黄一之主 一旦让黄一主 占到这个优势 我觉得求生者想要 争取把电机开完都很难 其实这一局 这个前期的话 主要还是先知翻了那块板 吃了个阵子太亏了 那我觉得问题倒还好 它这个鸟留着 后续 对 关键是守牧人 这一波没有能够救下来 让这个先知 是直接过半了 前锋 对吧 它是一个没有任何支撑 它是吃两刀就会倒的 那黄一之主提前出来来 你前锋被迫要拉球 拉球过去吃一根触手 前锋受伤 先知救下来 当时你的球已经没剩多少了 你保不下这个先知 先知顶了一个鸟 黄一之主跟着你 那这边就是可以牢牢地等你 鸟结束以后 还把你击倒挂飞 没错 现在这个前锋 又要过半了 对 守牧人虽然说 他的薄命没有交 但是他现在处于一个 很尴尬的情况 就是他没有任何的道具 这个时候还是 穷者加紧修 争取这局能够跑一个 没错 太难了这一局 这一局感觉像是都要四抓了 如果说这个守牧再给机会 你把这个局交给一个 对吧 宇宙第一黄一来处理 确实留给 求生者的时间不多了 你看这个 他这个守牧没有道具了 手里面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 机械师是继续在修电机 想要能够把电机点开 但是现在守牧也受伤 前锋也受伤 机械师娃娃用完本体 这边修真的是拿头在修 真的修不动 而且的话 这一局应该朝着 四抓的走上去了 这个局面现在应该是 很少很少有机会 能够完成一个单跑的 对于守牧来说 他要做的就是 牢牢地 压住求生者的电机 然后慢慢地把求生者击倒 然后逼你们 交掉你们的自己 最后完成一个四抓 那说说你觉得 这个局如果说 求生者想要争取一个跑一 应该是用什么样的策略 你之前有想过 这样的一个局面吗 就是被打到了一个 已经被打入绝境了 真的就被打进了 深渊最深处 这时候有没有一丝丝的曙光 能够让你来进行一个小小的翻盘 或者说 这个时候就让你队友去送 你看 然后现在让守牧人送 然后他去摸个箱子 摸把针 然后就开始狗 开始全程狗地将 我觉得你说的 对 有一点不行 这个黄衣之主 他是一个拍束手的 他能够拍束手找人 你只能 你只能就是带着你的 带着你的道具一并跑路 带着你的护臂 然后再带 再带一个别的 他开始狗了 那狗的没有用 这边拍束手找到了 哎呀 裂了 没办法 你刚刚说的确实 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呢 每次在我们的比赛当中 交给一个顶级选手来处理 求生者 你本来走不掉 对 能撑 但是很难完成这样的一个 就是百分之一的机会 他现在就是温水煮青蛙 对 慢慢地来消耗 基本上已经是 没有太大希望 能够苟出一个地窖了 对 好 这边守木人 被迫交自摸起来 那如果说 这在场面上的电机 两台都是一个大遗产的 那可能还有那么一丝丝的机会 不太可能 因为他的密码机 肯定是不够的 对 肯定是他一台机以上的 然后另外的话 守木这边自己交的 也是没有办法了 那如果说 如果说 骆轩现在把他击倒的话 再去 找机械 对 不急 完全不急 慢慢打 这个也称之为 就是玩家调侃为什么呢 这是一场接力赛 就是你追完我 对吧 我倒地以后 你追他 这个是什么 两个求生者进行接力 现在在刷微信部数 对 是吧 就是 就是 看一看 看看谁跑得多 对 谁走得多 确实这个已经 我觉得这边 Coreboy的求生者呢 不要太影响心情 因为这个时候 其实可以趁着这段时间 好好地去思考一下 后续 因为这张地图是他们选的 他们没有能够在这张地图 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分数的话 后续当 对吧 骆轩这边选图的时候 那当他的黄金主持肯定不会放出来 他会选什么 这个时候可以思考一下 那么他想打什么 我拿一张地图去针对他 不让他打 对 这时候会不会 就是作为一个翻盘的起点 作为一个翻盘的基点 从这一点开始 后续再去争取一个 把比分打回来的一个局面 现在比较可惜的是 他们因为他们选图的 机会已经没有了 对 所以的话 只能从后续 如果有机会再碰到骆轩的时候 再去说 再以地图作为针对吧 对 就比如说骆轩 最近我们看他喜欢打小提琴 那么小提琴 小提琴哪张地图难打 哪张地图不合适 我在哪张地图跟你打 没错 对 因为你搬我拳攻凿的 其实也还好 他照着圈圈躲出手 但是没有用啊 直接击倒 那么这边也是恭喜骆轩 是一个四抓 对 四抓五分的一个好成绩 就是从中期啊 当前锋被击倒之后开始 基本上就是一个碾压局了 对 选者基本上已经看不到 任何的希望了 是的 比较可惜 可以说是CALBO这个战队 可能还是没有掏出他们比较擅长的一个这个牛仔体系吧 对对对 当然我们喜欢玩黄衣的观众啊 也是可以参考一下骆轩的打法 以及 当然他的一些打法呢 建立在他的一个操作基础 但是他的一个整体思路 包括他的一个天赋选择 其实是 已经是所有黄衣大家都统一的 基本上我看一下来 顶级的黄衣的天赋 都固定在这样的一个选择上面 当然有的现在可能插眼被削弱了 那么他们可能会带一个闪现 直接闪现 闪下 那个狂暴都是点满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 对吧 尝试一下 如果我们以前不是用这套天赋的 对 而且的话 另外一点就是 其实也看得出来 CALBO这个战队 是一个永不言败的一个战队 是的 哪怕他们现在 其实已经非常烈的一个情况下 不投降 不投降 就你挂到我的椅子上 我都不投降 踩转书 嗯 没错